我幾乎每一次想離開的時候 我第一個會嚷嚷的人都是你 搬來一張大床 完全蔡康佑和小S 躺著住職的心願 因為這是他們的最後一集 開路沒多久 蔡康佑就淚崩了 是因為你的關係 我才想留下來 這太值得哭了 你還是乾的 有在裡面 沒關係 不要focus我 越focus我越怪 我也是因為你 女兒想要留下來 可是因為她想要離開 我也是 小S也談到節目上 她常吃男明星豆腐 在隔天上報 都讓她覺得面對老公很尷尬 每一年都會覺得好累 或者是做的事情一直在重複 譬如說演狀況劇 或者是吃男生豆腐什麼的 然後我對想說 觀眾應該看很膩了吧 你講這個話 哭沒有道理 為什麼會在這個點 吃男明星豆腐然後要哭 蔡岡翁也自爆 別看她主持節目老神在在 其實她很在意觀眾的評價 就是我不曉得 他們知道我們常常會叫不住 然後很多事情都弄不好 這種感覺 因為她會想說 你這個演員名字都想不起來 你幹嘛不先想好 你要告訴外面的人提醒 才會想得到 這樣就省得我們很遜了 你有在在乎遜不遜這件事 會 因為遜有什麼好 回憶起12年的點點滴滴 小S和蔡康永舉不住眼淚 而近來卸下主持棒的小S 除了盲拍廣告 也投身公益 有時候眼睛所看見的 不一定是真相 雖然還沒習慣離開康熙的日子 但小S開始上表演課程 蔡康永的電影處女座 打算四月開拍 小S也期待 兩個人在不同領域的合作 仍舊有精彩的火花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小S